休斯顿火箭队的传奇中锋奥拉朱旺 曾在1994年和95年两度率领火箭队夺得总冠军 奥尼尔说 联盟中第一个虐过他的人就是奥拉朱旺 如果要评选历史第一中锋 那么奥拉朱旺不一定稳坐第一 但是如果要评选NBA内线脚步最好的人 那么奥拉朱旺会是唯一的选择 凭借着细腻出众的内线脚步 奥拉朱旺也在球迷之中赢得了大梦的美誉 退役之后奥拉朱旺也开启了脚步补习班 据小道消息 这个课程7天下来收费就要5万美金左右 据说詹姆斯选得了5万美元的套餐 斯塔德麦尔则一次性交起了10万美元的费用 而对于想要提高技术的球迷朋友来说 好消息是奥拉朱旺的这些教学录像 都有高清备份能在YouTube上看到 大家好我是Marco 欢迎来到体育那些事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奥拉朱旺生涯里那些精彩的脚步 并且也通过公开的视频分析一下 这些视频课程里面都有哪些干货 相当于看完视频也能够白条1万美元的课程 所以故事开始之前请大家先点个赞 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奥拉朱旺的精彩时刻 看看大梦那些梦幻丝滑的脚步动作 1995年的NBA冠军赛绝对是一场经典的对决 刚刚复苏的乔丹在季游赛被魔术队淘汰 世袭正盛的又年鲨鱼和哈达威 带领魔术挺进了冠军赛 右鲨场均交出28分 12.5篮板 6.3助攻 2.5干貌的全面数据 不过拿下当年DPOI的奥拉朱旺 却统治了赛场 他场均出手高达29次 红下了32.8分 11.5篮板 5.5助攻 两抢断 两干貌的劲爆数据 赛场上奥拉朱旺为奥尼尔上了一节内线脚步课 面对奥尼尔年轻又厚实的肉体 奥拉朱旺在关键时刻 用一个后卫般的inside out运球 成功晃动了奥尼尔的重心 随后他并不转身 左脚单脚起跳 一个美如画的后仰跳投 把球打进 最终奥拉朱旺强势带队夺冠 残延了FMVP 奥拉朱旺胜涯第二华丽的脚步 面对他的防守人 是他的一生之敌游鹰 面对尤银的防守奥拉朱旺一个单跨步 吓得尤银往后一跳 然后他用一个丝滑的背身 用屁股卡住了尤银的前腿 紧接着用一个帅气的单手劈扣 把篮球灌进了篮筐 奥拉朱旺的这一扣 就是两人一生对击的所写 那年的总冠军依旧属于奥拉朱旺 要说奥拉朱旺最秀的一次 就是戏耍上将务冰逊 这一球可以说是奥拉朱旺 生涯最完美的进球 奥拉朱旺突入内线先是急刹车 假装低手上篮 第一次晃起了想要封盖的罗宾逊 紧接着运用了一个前转身 激动的上将以为找到了封盖的机会 又被晃飞了起来 奥拉朱旺立马运用了一个上下步 第三次晃起了上将 瓢带空中的上将只能看着 奥拉朱旺轻松的把球放进篮筐 后来有人用梦幻脚步指奥拉朱旺的这次移动 奥拉朱旺大梦的外号也由此而来 从这三个球我们就可以看出 奥拉朱旺五万美元的价格 可以算算上是同所无期了 我们以科比的正次学习为例 先赚它一万美金 从视频的前半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奥拉朱旺再跟科比 讲一些背身之后的乍球细节 如果乍球之后接双脚起跳背身的话 就能得到向中线切入和翻针跳投 两个转身的机会 加上活动肩膀会让防守者无所适从 乍球之后脚跟得越开 防守者越难受 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 奥拉朱旺在炸球之后 做肩部甲动作的时候 身体躯干非常稳 而科比的重心则会在 晃动的时候下移 第二个知道科比的细节更是绝妙 奥拉朱旺给科比分享了 底线转身的时候 如何利用大臂的位置 在规则允许范围内 让对手的手臂变成我们突破的支点 还有很多细节 这里就不一一细数了 除了科比 詹姆斯·霍华德都上钩这个 精英脚步奔训班 那么效果如何呢 詹姆斯在2011年 场军禁区投篮得分只有8分 经过奥拉朱旺的训练之后 到了12年 内线投篮得分已经到了10分以上 很多球星经过训练之后 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他的徒弟中 做得最好的就是科比无疑了 而姚明掌握的算是优秀 他说过奥拉朱旺会的他都会 就是在比赛中 无法做到像大梦那么迅速 詹姆斯虽然不算熟练丝滑 但是和身体结合得好 进步最大 霍华德虽说数据有提升 但是奥拉朱旺多次暗示过 这孩子还是不灵 不过正所谓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我们不能因此觉得 奥拉朱旺的分享毫无意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还想看奥拉朱旺 其他制导视频分析的话 可以给我们留言 如果喜欢别忘了点个订阅 这里是体力那些事 我们下期再见